韦杰 韦杰 你们都是骗子 骗子 我恨你们 永远不愿让你们 韦杰 你回家吧 韦杰 我恨你李强 你干吗骗我 我恨你 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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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杰 来 来 来 韦杰 思理 您少喝一点吧 我告诉你 我再喝半斤都没事 那年 我们打下了梅县的县城 我和袁永生 喝了三瓶白酒都没醉 为什么 高兴 思理 您 你开啊 你小看我了 你说 我是不是司令员 您是 我是司令员 我是司令员 连我们家里这两个女儿 我们管 我是什么司令员 来 我跟你说啊 文凯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袁永生 一个是我老婆贵洪云 袁永生为了救我 我把命根子都丢了 把命根子都丢了 我对不起他呀 我把自己的孩子 都给他 一命第一命 哎 哎 可是 哎 可是 魏洪云 他总想见这个孩子 我就劝他 我说洪云哪 咱们说的话 那就像泼出去的水 咱们得讲信誉 我真是对不起我老婆呀 我真对不起他 孩子刚生下来 就让我也帮走了 姓云 咱还是少喝点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文凯啊 我没事 你让我说出来啊 别在心里的话 都说出来 洪云苦了一辈子 袁英到我这儿来当兵了 这天天就在我眼前 可是 洪云他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哎 我要是早一点告诉他有多好啊 我要是早告诉他 他 他也不会死 来 哎呀 现在看 怪我呀 也怪我 哎呀 哎呀 回来啦 回来啦 哎呀 回来啦 回来啦 包洋 打电话跟我说了 你们何必呢 哎呀 哎呀 也没啥 哎呀 袁英 你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挺好的 我陪你去走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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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我老在想一件事 我到底应不应该和韦斯林相认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颜颜 你跟司令员是妇女 血浓于水 这种关系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些道理我懂 但是我心里就是没办法原谅她 你知道吗 就在我今生母亲去世的前一段时间 她变得很奇怪 对我突然很亲近 而且总是买了好多吃的给我 有时候她跟我说着说着话就突然哭了 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她那样很吓人 还老躲着她 现在才明白 她那时候心里该多痛苦啊 原谅 事情都过去了 你也别想得太多 我没办法不想啊 我心里就是过不了这坎 她要是早点告诉我 我的亲生母亲 就不会带着遗憾走 她至少可以听我叫她一声骂 现在城市农村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老家形势也一片大好 说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想干啥都行 听说有的地儿都把土地私自分到各家各户了 我爹说了 让我早点复原回家 那没准还能接她的班呢 大招 你爸还是大队长啊 啥大队长 这在农村 就比生产队长高一级 别说你这馒头做的还真挺不错的 快赶上馒头店的大师傅了 我不行 还是浩天哥馒头做的好 她要是开个馒头店 绝对生意好 你知不知道 什么知不知道 有人给浩天哥写信 你们医院的 女的 你怎么知道的 方杨告诉我的 她还告诉我千万别告诉别人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那你告诉我 我保证不说 是谁 就是那个扭了脖子的新疆姑娘 阿姨鼓励 对对对 就是阿姨鼓励 你说浩天哥咋这么好人缘啊 以前是韦杰喜欢她 现在阿姨鼓励又喜欢她 就是不知道她喜欢谁了 没人喜欢我 我娘在我老家给我说了好几门亲事 每次一开始都说得好好的 可一见我面全跑了 嫌我黑 你说圆圆 在咱高原上哪有不黑的呀 那强哥黑 娶了四个女孩的女儿 浩天哥也黑 都喜欢她但是 真是人比人 气死个人 放心吧大招 我敢保证 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喜欢你的 真的 其实我也没啥要求 跟你一样就行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跟我一样就行 你这小子你会不会说话呀你 不是 我就是那意思 什么意思 说呀 什么意思 什么叫跟我一样就行 好嘞 呦 吕强 又下厨房了 这韦杰同志可够享福的 革命同志嘛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走吧 再见啊 吕强 过来 怎么了 韦杰 你看见我那件粉色的背心了吗 没有 白的那件呢 也没有 不是你洗的吗 你别着急啊 我给你找找 来来来 衣服 我想起来了 你上次洗澡回来 我跟你洗衣服就没看见 是不是辣澡堂了 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这么多天了还能在吗 我哪知道你丢了呀 你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 菜糊了 美杰 还生气呢 不就一件衣服吗 明天我买十件给你还不行啊 那是我妈给我买的衣服 这件衣服的衣服 也不就一件衣服 那是一件衣服的衣服 不负责 我没什么的衣服 老爷们都在买了 上车时突然有新的衣服 我自己造成的衣服 我其实以为 rends us 有承认啊 老爷们该和我回吾 这样子的衣服 我反正是来 你自己照顾 我记得了 这个衣服 他要是不愿意见我 你就一个人去 你回家住也行 只要爸能高兴 那你 你怎么办 我 我没关系啊 我怎么着都好说 我一个人住集体宿舍也行 哪怕是会哨卡都没关系 只要爸能原谅你 去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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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星期天咱们吃什么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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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吃点什么呀 我想吃点饺子 那我叫食堂给您包饺子吧 行 要猪肉白菜馅去 是 行了 行了 我烧 去吧 和我回来再干吧 韦姐回来了 爸 我给你送饺子来了 小少 快到食堂去 快去啊 是 爸 爸 不是 咱们快去咀嚼 其实是 事人生 除了 不过 究竟 你这饺子是什么馅的 猪肉大白菜馅的 我去给你拿点醋 爸 你尝尝 来 来 这是我和吕强 专门为你包的 爸 你还不肯原谅吕强吗 其实吕强心里面挺好的 就是他让我回来给你送饭的 他说你要是不愿意见他 我一个人回家也行 他还说我们就爸爸一个亲人了 年纪大了身边没人照顾不行 如果要是愿意的话 让我一个人回家也行 他还说如果你不愿意见到他 哪怕是他回到集体宿舍 一个人回到哨恰也行 他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让他回哨恰也行 对 爸真的吃饺子了 吃了 他还以为我走了 连筷子都没拿就上手了 我看他是真的馋了 那你有没有把我的话告诉你爸呀 我和他说了 我看他是真的心动了 卫杰 那你爸有没有让我们回家呀 这倒没说 不过我看啊 快了 我有预感 真的 卫杰呀 你一大功了 我要给你发宣章 你疯了 有那么高兴吗 我们明天呀还抱小子 给你爸送我去 你要累死我呀 火爆呀 吕强 你回来了 怎么才回来呀 累死我了 赶紧洗手过来帮忙 吕强 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理人呢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抽烟对人的身体不好 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话呢 你说话呀 都是你爸干的好事 我这辈子算是栽在他手上了 爸 爸 这什么地方 报告司令员 请问你知道吕强被调回圣女峰的事吗 我知道 那这是你的意思吗 对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恨吕强 你干脆让他转业回家算了 我跟他一起走 别人能上山 为什么吕强不能上山 不是他自己说的吗 要回到圣女峰上去啊吗 如果他想当围铁的女婿 就必须回到山上去 和战神们在一起 去巡逻 去站岗 去保卫国家 爸 我恨你 吕强 吃饭了 开饭了 吃饭 走 过去吃饭 不吃 你别抽那么多烟 烟对身体不好 我早就不想活了 至于吗 不就是上山吗 不就上山吗 你说得轻巧 山上的氧气不到山下的三分之一 大学封山八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人 一年四季吃不上新鲜蔬菜 我知道 我能不知道山上的苦吗 我这不是慰劳慰劳你吗 来 慰劳 要是真有这份心呀 你还给我找你爸说说 把命令撤了 我找了 我爸不同意吗 那是你说话没分量 那是你爸偏心 要是换个人呀 就不会是这种结局了 吕强 你都快走了 我们就不能好好吃顿饭吗 来 尝尝 这是我按照菜谱做的 尝尝嘛 跟你说了吗不吃 吕强 吕强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那你不迎不迎的干什么 干什么 反思 你反思什么 反思我的人生 你的人生不是很好吗 很好 真好 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我告诉你吕强 我并不欠你的 你不欠我的 你不欠我的 谁欠我的 我告诉你伟姐 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你 你把我害惨的 我怎么把你害惨了 你跟我说清楚 我怎么把你害惨了 这还要我说 好 我问你 我在机关干得好好的 谁把我从机关赶走的 是维帖 你老子 我爸是我爸 我是我 你跟我结婚 又不是跟我爸 再说了 我找他去了 他不同意 我有什么办法 你爸这点意思我能不知道啊 我跟你结婚 抛弃了原因 他恨我 他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 原因原因 又是原因 你还是忘不掉他是吗 那你找他去啊 他不正好在山上吗 你找他去 我让你吃 你个胃不上的白眼啊 对不起 首长不吵 在这条路上 跑了几年了 八年了 烦吗 不烦都是为革命工作嘛 没错 说个事啊 我们连队 马上就要来一位副连长 你们大家都认识 李强 所以啊 等李副连长来到我们联队之后 大家要对他的工作 多多给予支持 都明白吗 明白 好 加油 转 左一路 进发挡 浩天 你搬这么多石头 到底想干什么呀 现在不能告诉你 这是秘密 对了 你说 李强这回上来 真的是来锻炼的吗 他呀 也真该好好锻炼锻炼了 可我觉得不像 什么 怎么会不像呢 要真是锻炼的话 应该是当连长 怎么会是副连长呢 对呀 来 来 来 放些 这回对他的打击 肯定挺大的 是啊 吕翔这个人 虚荣心挺强的 不知道啊 他这次能不能承受得了 不知道啊 他这次能不能承受得了 说吧 我对你有个请求 说得这么正经八百的 你能不能 多帮帮吕翔 我知道 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是老同学 是战友 有时候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 别人能拉他一把 那是不一样的 工作上的事 我会尽量配合他的 放心吧 走吧 来 不承 走吧 连长 吕翔先来博到 吕翔 欢迎你出发少侠 又给你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呀 第二天是我的左膀 你现在是我的右臂 现在左膀右臂全都有了 工作就好开展了 是吧 大周 浩天 赶紧过来 快点 连长 看看谁来了 吕翔 吕翔 还不赶紧夹几个菜 欢迎副连长 好嘞 浩天 看看 两个老同学又见面了 那个浩天 你把咱们年最近的情况 向副连长好好接受接受 我先去看看 你们俩好好聊 好 怎么样 好着呢 好什么好啊 冲军来了呗 话不能这么说啊 不这么说怎么说呀 组织的信任 革命的重担 大道理呀 谁都会说 好 我呢 不需要你们的同情 更不需要你们可怜我 我会选择我的道路 我会走得很好 我要让你们都看看 我吕翔 不是脑肿 张连长 你好 李强 你好 什么时候到了 刚到 瘦女峰烧卡 韦杰啊 你等一下 韦杰找你 来来 副连长 什么副连长 什么副连长 以后没人的时候别叫 韩杰 连长 我也不是连长 强哥 我是看你晚饭一口没吃 给你加点餐 来 强哥 我敬你 欢迎回来少恰 来 在咱一块来的这拨人里边 就属于你级别最高 副连 那丁浩天 袁英 方杨 也才正牌 不过呀 都比我级别高 过去是这样 可如今 是今非昔比了 我吕翔 是落家的凤凰 不如鸡了 不会的 强哥 再怎么着你也是高中生 有知识 有文化 还是司令员的女婿 早晚能生上去 说实话 这事情坏 就坏在我找了司令员的女儿身上 强哥 这事不是我说你 那韦杰呀 真不祝袁英好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袁英 也是韦铁的女儿 你说这 一个一个东边 一个西边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扒钢子打不着的事 他怎么就这么寸呢 而且啊 他 在韦铁的心里 袁英 也要比韦杰亲得多 爱得多 韦铁曾经暗示过我好几次 让我不要跟韦杰 让我不要跟韦杰 让我跟袁英 我没有听 当初 司令员劝过你 可是我哪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现在想想 这肠子都会清啊 这肠子都会清啊 大招 我在部队的路 是到头了 真的是到头了 再也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我可能 可能要脱军装了 你要转业回家 那边有一个 这人 咧咧 下手阵 小岸阁 下手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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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队连长同志 北线巡逻一切成长 请指示 排长阿联木 辛苦了 阿联木排长 让大家休息去吧 是 刘班长 带回 下了 追 进吧 追 听昊天回来了吗 还没有 喂 连长 刘班长 一切成长 你就放心在团部开会吧 北线巡逻队已经回来了 平安无事 西线巡逻队 丁昊天在队呢 马上就会回来 连长 今天这天气特别不好 你就不要着急回来了 等天气好了 你再回来吧 刘班长 有我盯着 你就放心吧 好 是 大招 他们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呀 不会出事吧 放心吧 浩天哥在 不会出事了 不过这菜可惜了了 炖了三回了 炖烂了 傅连长 一定出事了 让我带人去看看吧 再等等吧 这个丁浩天 这么多天都不出事 凭着连长今天去团队开会 他出事 这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吗 傅连长 丁浩天他们是不是出事了 要不要去找一下 傅连长 去去去 外面雪那么大 路况又不明 万一有什么闪失 这则是谁承担呀 那他们怎么办 不管了吗 这种时候 怎么还在想谁承担责任呢 我去吧 我会小心的 去吧 路况小心 是 我给你去 你留下吧 走我爸走 阿迪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五零六 五零六号路段 他烦了 学乱车被堵在路上了 你爸 快 快去救他 救他 安丽浩 到了 揣进几盒 是 快把他扶到一边来 来 浩天 浩天 没事吧 别睡着了 浩天 早啊 李莫 早 大招 袁盈 定浩天怎么样了 醒了 饿坏了 一碗面条全吃光了 汤都不熟 去吧 浩天 袁盈 好点了吗 睡了一觉 好多了 我帮你检查一下吧 不用了吧 坐下 来 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 来一趟 都爱一趟 多休息少运动啊 园阳 你也注意身体啊 我没事 把手给我 对了 经过昨天那么一下 你又能写出很多好诗了吧 园阳 我觉得 也许我这一生 写的最好的诗 就是那首 送你一朵雪莲花 冰清玉洁 白无暇 这是你写的诗 这不是吕强送给我的吗 你说什么 吕强送给你的 对啊 怎么是吕强送给你的呢 在新明连结束的时候 我把这首诗写在卡片上 你记得我送给你一个志际本吗 我把它夹在这边送给你的 可是是吕强放在本里送给我的 什么 在吕强的本里 喂 吕强 我是韦杰 以后没什么事 别打电话找我 你怎么这样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 是 吕强 吕强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再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地方上要拨乱反正了 一切都重新开始 各大院校都在恢复高考 你不想考军校吗 你去吗 我还没想好呢 你要是去 我就去 国家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需要很多人才 报纸上也说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你成绩那么好 肯定能考得上的 燕盈 你要是去考 那我就去考 什么事 小王 你修饭了 没事 想毛病 要帮忙吗 走你了 行了吗 您等 行了 你旁边坐在谁啊 长得可真漂亮 是咱嫂子吧 漂亮吗 漂亮 可惜这大嫂啊 她姓吕 是吕大嫂 什么大嫂的 狗嘴里吐不出厢牙来 尽没好话 那你不是吕大嫂 你是方大嫂行了吧 你再胡说我就下车了 别别别别 你怎么了 这就是 因为对金督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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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密公 Community rul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